卢老师 那我们就开始 好的 好 各位专家 各位老师 我们接下来的办场开始了 接下来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 这个LOSIE委员来给我们大家做报告 刚才有简单的介绍 我这个地方再重复一下 罗西云教授 中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中科学院士 长江学者特兴教授 国家技术经济基金获得者 国家自然基金委创新群体 和教育部的创新团队的负责人 现在理学学报的主编 长期从事团流 悬化动力学 生物运动力学 和界面流动等方面的技术研究 今天他是给我们做一个报告 国家实际上是牛体和仿生这方面的结合的 有请我们陆院士做报告 谢谢刚才郭老师的介绍 然后呢 也非常感谢长三角力学论坛 邀请来做这个汇报 这个报告呢 我想是这样的 也就是大概两天前才给我安排的 所以做的这个PPT呢 比较充满 当然了 我觉得这个工作呢 也是前进后也做了十几年了 然后也融入一下最近的一些工作 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呢 各位专家做一个汇报 所以我报告的题目是呢 仿余率游动的洞穴研究 刚才呢 这个河国卫院士跟那个 彭虹武院士呢 都做了非常精彩的报告 刚才唐院士呢 做了这个也是跟水洞穴相关联 是一个应该说一个大尺度的 这个河流流域的这个水洞穴研究 我这个呢 主要是正确啊 这个余率的一些这个 相当于一个这个 这个尺度要小得多的 这么一个洞穴研究 然后呢 由于这个很匆忙 所以我这个PPT里面很多呢 就是它是用当时的英文 所以这个 但是讲是用中文啊 所以我想我的报告呢 从这这个几个方面来介绍 更多的是介绍啊 我们这个研究组啊 这么多年来啊 做了一些公众 我想我这个报告的特点呢 是从这个鱼的自由游动 到最后的这个 这个仿生的鱼力游动研究 这中间呢 有一些技术研究 到我们的一些仿生技术 所以应该说呢 这个水生物呢 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啊 发展了这个 各具特色的这种游动 或者飞行能力 当然这个过程呢 涉及了个多学科交叉 所以这个涉及到 比如像是神经科学啊 肌肉力学啊 包括这个形态学 包括它一些 动力学特性 力能学 以及啊 仿生材料等等的 所以是它这个 多学科的交叉 所以我们的研究组呢 应该说啊 这个方面啊 也开展了一些工作 所以我这里呢 争取相应呢 做一个简要的汇报 当然我们这里啊 我们面对的主要是 游动问题 所以这个游动呢 这个水生物的游动呢 你可以简单分为啊 这四种推进方式 前茅 反冲 跟不动推进方式 当然我们这里所关注的 是关于啊 不动推进 这个不动推进呢 通常呢 可以讲到这个 曼力模式 深刻模式 以及啊 月牙尾模式 就像这个典型的 这种 像这个 这个海洋里面 这是一个典型的 运动很快的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研究组呢 也做了很多 关于飞行问题的 生物运动的学 应该说呢 游动跟飞行啊 这二者 如果从流体的角度 相关呢 它是有滤带的 观念的激流 无论是就是水动游的 它是空中飞的 所以这里给了 两幅图很显然的 就是一个目课 这是我们学这个 施动方法 那个书上都有的 像这是这个 张俊教授啊 他的这个 这个后面拍机上 给的 从鱼的游动 到这个 鸟的飞行 上有玄武等等 它是关联起的 所以这中间啊 有很多东西啊 就是说游动跟飞行啊 它是有 绿带的关联性 当然了 据于这些研究呢 一方面 探究它的高效的 推动距离 另外一方面呢 也对于像 仿生的研究啊 具有重要的意义 例如像 仿生的水下航行器 进行相关的研究 包括呢 这个仿生的 这个微小飞行器 所以呢 应该说呢 仿生这个 关于这个 模拟生物的 游动或者飞行呢 它是一个 这个创新的源泉 基于我们 现在很关注的一下 仿生飞行 或者仿生 那个航行器啊 最有重要的意义 具有我们做研究的时候 特别我们在高效 做研究呢 我想是这样的 就这个时候呢 我们自然要读 生物的 润动力学 当然我们这里 要关注的 好比游动 跟飞行的话 我们首先 通过实验的手段 无论是关注后 还是测量所呢 来 抓住一些 关键的 绿带的机理 以后 我们希望抽象中 相应的模型 来进行实验 计算 包括理论研究 我们这个目的呢 那一方面 我们要探究啊 这种高效的 推进机理 同时呢 也可以发展 相关的 仿生技术 所以应该说 通常讲了 就是说 元于自然 高于自然 就是我们 从这个生物学习 进入上亿年进化 所以我们这中间呢 从这个学习呢 来进行相应的研究 所以我想 我们这里 做了 我从这四个方面 来做一下介绍 首先呢 关于这个 生物的一些 这个 生物力学的特性啊 包括这个 游动的 冻学特征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希望 要做些测量 刚才说了 对于生物材 一方面呢 我们它的 运动学啊 形态学 参量啊 包括这个 这个生物的材料 特性等等 同时呢 我们知道 作为游动 我们做力学的 来说 更关注力怎么来的 好比这个游动的时候 它的这个 受力特性 动力学特性 那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这是个自由飞行的 游力游动的时候 你怎么来测量 它的力 这是一个 很难做的事情 我们能不能发展 相应的理论方法 来预测它 所以这里啊 我来做一个介绍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看 除非游力的旋游的话 为什么挖心走呢 我们学的 牛体力学都知道 它后面的这个物件呢 叫反向卡门物件 这个时候呢 如果一平均以后 它是个向后的射流 射流以后要反冲 对吧 作用了一个反冲力 它就是个推力 当然我们这种物体呢 它肯定是个 正向的卡门物件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是一个 游带游动 这是一个 这个游带的学名材 Quest Carp 这个 这个游带上 当然在餐饰上 你可以看到 大概有点像那个 飞适游戏鱼啊 然后这是一个 自由游动的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所以它 我们定一个 四十度化数呢 大概是0.34 而在实际上 很多呢 发现了 无论是飞行 或者游动的话 它这个四十度化数啊 它是大概都是 0.25到0.35之间 像在这个 Nature上 它有个统计 这个 基本上在这个 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刚才测量呢 也大概这个范围之内 可以看到 甭管是大鱼 小鱼 或者飞行的话 它都有这个特征 所以我们同一个 简单的 形态学测量 这个 这个鱼的 游动的 这个旋游啊 然后另外一方面 就于鱼的这个 快速的 机动运动呢 它可以有啊 两大率 这种快速的 机动运动呢 可以哪两大率呢 一方面叫 C型的启动 或者I型的启动 这个呢 就很形象 就是那个鱼的 鱼体形状啊 如果完全称C型 或者完全称S型的话 它就那个启动 像是C型呢 可能是快速拐弯 S型呢 它可能是加速 这时候呢 就鱼的这个密石啊 甚至是这个逃飞啊 等等啊 它说很关键的 对于这个C型的 这个启动呢 它有分成进一部分成两率 就是单弯跟双弯 就是double弯跟single弯 像这个时候 它会有个回弯过程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作为 鱼律的运动呢 这个快速启动呢 它有这么几率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通过 水动学测量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来进行一下测量 这是我们指这个 像我们研究组的 尹庆正老师啊 之前在做的 这是一个这个飞德鲸鱼 这个鱼呢 买回来这个菜市场 要养一个礼拜 让它适应环境啊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了 如果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体干曲线 你可以把它做出来 头部跟尾部 一个C型启动 然后这个呢 这个鱼呢 这个鱼呢 上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菜市场 看到的这个黄雅鱼 也要买回来 养一养一个 它这个会 快速 如果那个拐弯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回摆过程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 Single Band 这是一个典型的 Double Band 这一次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这里呢 我们是这个放的是一个 进行的这个漫放 就是一个回放 是比较漫放的一个过程 另外一个 所谓 S型启动呢 我们给你用了一个斑马鱼 这种斑马鱼呢 里面要看到很大 实际上是很小的 像我们生命学院 也经常用斑马鱼来做摄影 非常小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时候 它这个S型启动 你也可以把它的 所谓的体干曲线 把它测量出来 那这个测量出来 这个体干曲线的测量出来 有什么好处呢 包括刚才我们的C型启动的 像是你可以通过这个 一个YS模型 你可以把它的力 可以把它预测出来 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 这里的这个所谓YS模型呢 它是一个惊艳的模型 并不是严格的 但是呢 它确实能够预测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一个测量 另外一个呢 我们还测量了 从一个这个 这个所谓一体化的 生物力学的鱼的游动 包括我们知道 经过一个神经啊 这个驱动肌肉 在进行软动 所以呢 我们也测量了 好比这个鱼的这个积电图 红积电图 包括它的一些这个 皮肤的这个测量 包括至于单独大生的 它这个皮肤啊 跟那个肌肉的一些性能 包括它的形态血 C型启动的过程 然后呢 我们这个过程呢 你可以形成一个 所谓的Digital Face 就是数据鱼 这种要我们有一下 相应的参数 你像我们肌肉 跟皮肤的一些 实验测量机构 包括这个肌肉的松弛啊等等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相应的 当然也希望能构建 所谓的本格关系 我们做这个 做这个材料力学啊等等 所以我们这点生物的本格关系 来进行相应的研究 所以这里啊 我们构造了 相应的一些数据库 另外一个呢 我们在模拟来说呢 这个一体化计算 某种以下 这是个鱼呢 这个游动的神经过程 就是这个 经过这个神经以后 它的这个中速神经 如果产生肌肉 这个鱼体 跟周围的环境作用 所以呢 你简单如果化成这个过程 这是一个鱼的感受 通过神经啊 做用肌肉 再进行水冻血研究 那我们这个过程啊 这个系统啊 实际上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 我们怎么来构建模型 我们这里呢 也构建了一个模型 就是后面这一块呢 很关键的 就是说 能不能通过神经系统 做用肌肉以外 在水冻血下入作用 就是并不是我们预心给定 它的这个认动方式 而是通过神经信号 来驱动它 当然这个模型纪律呢 也可以像那个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曼力模式 上这个肌肉呢 你可以用很多的 像猪公筒啊 这个弹簧啊 等等来模拟 当然我们这里 肌肉模拟呢 是这个深刻模式的这种方式 也一样的湿怒 来进行构造 当然这个构造过程呢 还是挺复杂的 这里呢 我们这个 这个通过神经驱动的模型 用这个盖的 盖动力学模型 来进行研究 如果整个力学的模型 肌肉力学的模型 来可以做 所以经过这个做之后呢 我们可以给一个神经信号 以为 它这个深刻模式 它就完全跑了 完全跑以后 它这个反上卡门物件等等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种做法就是说 应该说 这个是做的 它是不读见 但是我们是从这个神经信号 来把它 来模拟一个 这个生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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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的 这个 鱼律的 运动 另外一个我们所考虑的 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很多这个问题 一个鱼啊 是在自由动的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 从实验角度来说 你可以通过PIV 把它的这个 运动旋量 好比我们速度 你可以把它测量出来 反过来 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 它的动力学特性 如何确定 因为这个时候啊 你要模拟这个鱼 在自由 运动的过程中啊 它的动力学特性 如果你把鱼 舒服在那儿 那就不一样了 好在你这个 你没法自己 基础测量 所以我们能不能 就是根据啊 测量的这个 运动旋量 来确定它的 动力学特性 这是一个 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们希望啊 基于一下 理论分析方法 能够通过 运动旋量 来预测它的 动力旋量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早上可以确定呢 就是我们这个 通过实验测量 你可以把鱼体的 冰界的运动方式 可以知道 如果你可以有一个 任意一个空气冰界 你可以知道 这时候你可以通过 PRV测量 把速度测量出来 好测量出来之后 我们能不能预测 它的力呢 作用力呢 我们可以的 我们进行啊 吴东区分析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了 它这个积分啊 力啊 仅仅依赖于啊 发酵臂 就是这个鱼体的表面 还有一个空气域 来进行 别人两组共识 这两组共识呢 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通过数字的方向来模拟 我们可以这个 这是个柔性的 动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考虑啊 三个不同的空气域 然后呢 这个不同的运动方式 这里就是说 这个波状摆动啊 它的这个像速度 跟耐热速度 0.5 1.0 1.5 真正的 生物运动 是大于1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啊 七组数据 实际上一组呢 是标准的 我们在表面 积分得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七组数据啊 都重复在一起 说明这套方法呢 能够 更捡缺的 预算物体的收益 这当然是 具于这套方法呢 像是 之后呢 很多 学者呢 好比 可以向 加拿大学者 来用于发展 更好的 PIE 测量 因为很小的区域 你只要测量出来 你就可以遇到 它的利了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关注来 我们这个 雨的游动以后 你会发现 这个形象的图 包括我们做 模拟一个派动版 这是这个 斯坦福大学 这个 Nex Smith 研究者 做的实验 我们做的模拟 我们问一个问题 是这样 就是 它这个 很漂亮的 这种 玄武机构 那这个 玄武机构 到底跟它 之间的 动学观点 好比它的这个 它的力 或者这个功耗 有什么观点 就是我们能不能 经历这种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发展 来预测这种 玄武动学理论 来预测它这个 收力 好比它 日动的功耗 或者能不能 有简单的方法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能不能有简单 一个局部测量 就能把它预测出来 应该说呢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可以是什么 我们经历了 这套理论 所谓 有限医院 无量区理论 这个理论呢 实际上是我们 这个有限的区域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有限区域 因为漩涡啊 据它有贡献的 所有都要据它 有贡献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理论的 思路是怎么呢 就是说 这个空之外面的 漩涡据它的贡献呢 我们想办法 要把它抓回来 不是把它扔掉的 所以这是个 严格的数学推导 这套数学推导啊 一个最根本的要点 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 牛体力学 在据说 Pronter生理命理论啊 它上次要 纳米死量来预测力的 纳米死量 本身在一个 无限于啊 一个非常漂亮的 数学的特征 它的总的这个 积分啊 是等于零的 是横的 或者是 如果有物体呢 你可以做拓展 这是个数学上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东西 就能把它突破以外 它确实 用到我们这儿呢 它严格的 可以把这套 这个物体的 收立理论都在 但是早期来 Night here的 它是有无限域 它这个 但是无限域呢 这个理论呢 很好 它这个卷缺的 但是不好用 因为真正情况之下 很多实际情况 你只能是 物体进场的一些信息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理论呢 就更好地来 预测它的心理 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用 进场的信息 它有无限域的信息 第二个呢 我们这套理论 推高速流动 甚至团流问题 如果我们这个呢 又把它推光了 无限远呢 就是它的一个特例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 这套是理论呢 它是有严格的 数学推导 这套理论有什么好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派动板之后 它可以发现了 它这个物体 好比一个派动板 这是它的这个推力 这是它的功耗 你会发现了 这个GPR 流动机构的 这个主控宣物机构 主要是这个 进场的宣物机构 而且给出 定量的预测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可以实现 对物体收立的 精卷认知 就像我们现在 要精卷扶贫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抓住 物体的本质 物理本质呢 无论从 从那个一些 物理问题的认识 或者对于一些 这个 一些工程设计分 也要精卷认知 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 这套方法 它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这套呢 也可以通过 近视的手台 就是我们一个 简化的模型 如果呢 这个你可以通过 声音测量 一个进场的宣物 只要测量 一个宣物机构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的推力 跟功耗 可以把它做出来 而这套功耗呢 它是得到了 这个整个实验 和这个数字 它可以得到 实验数字的验证 我们可以看到 就这个是可以可靠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可以看看 当然这套理论 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这个 一个委屈后面 宣物机构 是非常漂亮的 这种漂亮的 我们刚才说了 到底这种 力跟宣物之间的关联 所以基于 刚才这套理论呢 我们可以发现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委屈后 形成的这个 很漂亮的宣物机构呢 哪一部分会产生推力 哪一部分反正产生阻力 你可以把它 很好的刻画出来 这对于我们认识 它的一些 这个流动物理规律 是很重要 同时呢 对于它这个物体 收力的来源 无论是推力 阻力的来源 你可以一个精卷认知 当然我们 至于这套理论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 生物学研究相应的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力学因素 在生物进化上 到底有什么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了 余率的游动 当然我们后面要讲的是 委屈是一个 就像我们这个航行机 它这个最关键的 推动的这个 推动的这个器官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形状是很多 各种各样的形状 你有这个对称的 有不对称的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从形态学角度 委屈的形状是多种多样 那么它中间 有没有内在的观点 从我们力学角度 就在这个 上一年的进化过程中 到底水动力学 这个因素 对它有什么影响 好了 我们可以考虑了 凹进去的 或者突出的这个形状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根据 物体 主控宣物的概念 你可以把它规划 它的推进速度 包括它的推进效率 这里我们考虑了 凹进去跟突出 大概是一二三 九种情况 你可以发现 它是一个规划的趋势 这种规划就发现了 就是说 从水动力的角度之间 它是有内在的关联性 对于生物的进化 尽管它的语气的形状 凹进去 突出去 它是不一样的 第二方面 我想讲讲 就是关于这个 推进的性 就是拍动的 跟这个波状 摆动的 因为通常情况来说 我们可以看 这是我们对应物的实验 这个 就是说 无非这个摆动方式 它无非有两种 一种就是一个 拍动的柔性版 后来是一个 波状的 这个推进版 这个特性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简化 因为这个时刻 你真的拿个语体来做 是不容易的 我们要简化 相应的模型 所以来相应的 来做做 来看看 当然一种情况 最简单的 就是我们这个 尾翅它有这个 微柄 它有肌肉 有这个 这个形状 相对比较刚心的 所以最初 最简单的 如果我们当时 做的时候 那是十几年前 我们可以把这个 用一个弹簧模型 来模拟它 这个时候 一个弯曲弹簧 就模拟这个肌肉的作用 当然是简化模型 所以生物理学 我觉得 一个是 你尽量简化 第二个要尽量复杀 这两个都要考虑 所以我们尽量简化 就是用一个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 到底我们看看 到底这种 模拟这种 用过弹簧 模拟它的柔性效应 具有这种 自由的游动 或者飞行 它有什么作用 我们看看 我们这里做了研究 刚才这个模型 我们刚才已经描述了 就是可以来相应地做 我们这个机构 可以看到 它会有一个 非的周期应该 这两个区域 一个是向后的 一个是向前的 然后这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F是这个频率 这个频率 是这个系统的 这个自然频率 跟你这个拍动频率 通常情况之下 应该真正的生物流动 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也就是F大于 这个区域里面 我们到底来看看 就是说 应该在这个区域 无论是游动了 还是飞行的 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看看是不是这样 一方面 到底是对 还是不对 我们看看 就是说 如果我们做了 这个鱼的尾气 高准飞气 这是我们刚才 做那个digital飞气 已经测量过的 我们那个阳池母量 大概是这么一个范围 这个鱼的 这个拍动的频率 大概是30赫兹 所以你这个 一酸一酷 这个自然频率 大概30赫兹 如果早期 这个鱼 1958的Richard 它就是做个测量了 这很容易了 观察 大概拍动频率是5到15 所以这个F是2到6 是大于1的 这是一个游动的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作为一个飞行 你也可以看到 它这个相机飞行 像赵船 这是英国的著名学者 100赫兹 如果把这个拍动的 它是36 所以它这个2.8 也是大于1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预测 你真正的生活推进 是要F大于1的 所以我们预测的 跟真正的飞行游动 是一个区域 是一致的 尽管这个模型非常简单 当然了 我们可以更复杂的 我们可以做牛股尾盒 我们可以在 牛体内的那边放层 包括我们固体力学 里的极构放层 来进行相应的 牛股尾盒研究 当然我们也做了 一系列研究 你可以这个 一个拍动板 推进 推进的效率 这是一个 弯曲钢度 这个弯曲钢度 在这个范围里 它是效率最高的 之后我们发现 你可以根据很多测量的数据 所以无论是蜻蜓 这也像蜻蜓一样 翅膀 它都开了大概50到70 如果这是个余率 大概是200到200 所以这个区域 它都是 我们预测的 这个区域是效率高 也是跟真正的生物的 它的性能 参与上是一致的 同时我们还考虑了 相应的 像我们考虑 像摇鱼 近病命的时刻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有一个 太靠近病命也不行 如果它有一个 很好的区域里面 包括它这个柔性 这一定的范围质量 它是个很好的区域 就是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它为什么在静病命 它犹豫 它这个是 摇鱼 它的柔性 它上这个区域里面 它的效率是 可能最高的 你可以看到 当然我们进一步 还进来相应的研究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柔性 和这个维持的形状 跟它的这个并行 这个弯曲的 这个弯曲刚动 无论是这个悬项 展项 进行了研究 这里我会发现 它一定很好的 一定趋势 就是说 包括这不同的 这种机型 包括这个突展型 等等 它有一些 就是最好的范围 这是最好的范围 也是跟我们 真正的生物认动的 一些特征 相关点 这是我们 最近做的一些工作 另外一个刚才讲的 是拍动这一块的 拍动推进 另外一方面 我们讲的 所谓是波状 这个推进 这种波状推进 像是这个 你从鱼体的运动来说 早就有研究了 就是说 它像是一个形波 这个体干曲线 是一个形波 向下游的 它有一个形波的速度 这里呢 这个参数上 是根据早期人测量的 结果 你可以把它刻画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发现 真正的鱼体的游动 它是C 就是这个形波速度 比上往前的速度 是要大于1的 所以我们可以进行 相应的研究 这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只有大于1的时候呢 一方面 它这个时候啊 形主它变成一个 它大于1以后 基本上是大于1以后 形主是变成一个推力 同时呢 在这个范围之内呢 它这个 总的功耗 是最小的 这个总的功耗最小呢 当然这个是 C呢 是在1到1.5之间 所以这个实质情况来说 像我们这个叫 这是一个这个白 这是 慢力模式的 这是一种 就是说我们吃的那个 应该是 那个什么 就是一种 我们吃的这个 吃的这种 这种就是平常用的 有一种鱼的 它也是1.2到1.4 所以我们预测的这个 也是这个 这个范围之内 这是真正的 两种鱼体的那个 当然这个问题呢 从牛体体的角度来看呢 它的这个 为什么CPU 大于1才好呢 如果我们通过实验 这个清气泡的实验 你会发现呢 当这个CPU啊 大于1之后呢 原来小于的话 它这个 布骨的地方啊 它会有什么 牛龙分离 但是大于1之后啊 它会 没有分离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呢 它的模组啊 就什么 变小了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这时候啊 我们可以 为什么那个鱼体啊 它是一个 形木状的 完全推进啊 另外一个 我们考虑啊 这种这鱼体啊 它这个体 如果它这个 尾齐啊 它基本上是一个 钢性的 所以我们前面鱼体呢 是考虑柔性的 这个钢体呢 这一部分呢 大概只是 整个鱼体的10% 我们来看看 到底它这个 对于推力的贡献 到底怎么样 然后这里啊 我们进行 下一些这个模拟 就是包括 这是搞一个 柔性的 这是钢性的 这个鱼部尾部呢 也是律师 我们刚才说的 用过弹簧模型 来模拟它 就是模拟这个 尾部肌肉的作用 如果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呢 尽管这个尾齐 仅占10% 但是呢 这是推力了 负的就是 平均意义上 负的就是推力 这时候你会发现呢 就是说 它实际上是这个 尽管只有10% 长度这个尾齐啊 它上次贡献了 整个推力的一半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呢 就是鱼的尾齐啊 它是一个 主要向前推动的 器官 你可以把它 定量刻画出来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些这个鱼律游动 特别是机动游动的时候 鱼的表皮啊 它会有个皱纹状的 像很多特别 这个时候我们用 行波呢 来描述它 本身这个行波呢 RVC嘛 它就有推动 它可以自主地 往前推进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进行 因为行波推进 这是做了很多的了 同时呢 我们这里更多的 具有这么一个问题呢 我们要考虑 到底这个时候 往前推进的这个 消耗 就是往前推进的 这个消耗怎么样 在总体来说呢 就是说 往前推进的消耗呢 随着它的像素度 政府包括波数增加了 它会增加的 这就为什么 也是合理的 通常情况之下呢 鱼的这种 那个机动游动的时候 它肯定更加 消耗它的什么能量 所以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 这个事态我觉得很好 就是有时候 我们一些这个 小鼠的推进日动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从表面呢 通过这种 控制它的行波 来做一个推进 所以这也是提供 一个好的思路 第三个呢 我想讲一讲呢 关于这个 多体的相互作用 这种问题要是很多了 很复杂在这个 鱼虑的相互作用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像早期的 属于这个 比如说在YS 给出了一个 零星匠 但是这个真正情况 不禁得如此 这是真正的 拍到的 所以这个 Night Hair 也给了一个猜想 认为这种 鱼虑的 这种肌群运动呢 它就由于流动的 相互作用 所导致的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也做了试验测量 一个呢 这是一个 圆形的光酸 这个斑马鱼呢 它有这种 跟光的属性 所以你这个光酸 撞得快 它这个鱼就跟着跑 跑得很快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东西 这个 因为在高校里面 注意有什么好的 学科教它 我们到生命医院 一起教说 这玩意好办 这个斑马鱼 有趋光这种 所以它的光酸 搞得越快 它就跑得越快 这时候你都统计 它这个鱼的 到底的位置变化 你可以掌握它的 基本特征 这样可以看到 当然了 从我们做研究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做一些 我们可以考虑 流向的 纵向的 包括纵向 可以同向反向的 来进行一些模画 来进行相应的研究 当然这种尺度呢 你可以跟我们前面 试测的统计来做 哪个是更高效的 再验证 你这个模拟 是不是可靠的 这上次还是很关键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模拟呢 这是个斑马鱼 你看我们可以用 四星样号在 波动版来做 你也可以相应的 相互作用 这是我们这个 早期做的 肥皂膜实验 做了一些相互作用的 这个结果 同时呢 我们做了模拟 你会发现呢 在同向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它会继承 游动的功耗 如果是反向的时候 它会增加它的推进力 这都可以把它 很好的刻画出来 同时呢 我们也多个的相互作用 包括做了一些实验 早期的 然后呢 你会发现呢 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排列方式 跟模态 这是我们发现了 有七种啊 相互作用的模态 同时呢 那你会发现呢 在这个区域里面啊 这种模态 它是阻力减少的 在这个啊 阻力增加的 所以这个时候啊 它的一些水动力的特征啊 还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相互作用以后 另外一个呢 我们最近呢 也做了通过这个神经 就是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来研究它这个自主 这个形成的这种规则 因为我们刚才做的 都是人为设定的 我们这里就自由放几个 来看看 通过这个神经网络 来这个机器学习以后 不同的这个排列方式 它怎么更高效 我们上次要给定它一个 控制指标以后 我们来做 所以包括一些这个相应的 它怎么真实的排列 这样它可能是 更加的 同时讲 就是我们还是 基层公号 那它有一种排列方式 它是要速度更快 它有一种排列方式 所以你通过机器学习呢 你可以更好地把它 刻画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刚才包括 和国委员事 包括刚才唐院事 也讲了 就是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这一块啊 对于我们作为这个 生物运动啊 也是个很好的一个 这个发展的前景和工具 同时呢 我们也回答了 那一条片的蔡强 就是这个是个 到底这个是不是 同步的推进 另外呢 我们也通过研究呢 发现所谓的 投影效应这种 洞穴之灵 像我们经过一排的 来做 这个一排呢 就是上下灯动 但是水平方向是自由的 如果我们牛骨河 来进行求检 求检以后呢 它经过速度呢 它会分组的 这好比这三个一组 这两个一组 它会同步 这个速度呢 要比单哥的要 快得多 这个时候 同时你会发现呢 它这个之间的相互作用呢 它会选择一个 如果我们从这个 宣物动力学角度来的 它会预设一个 有一个 技巧的 动力学失能的技巧点 这个技巧点呢 就是这个 不同的把 它的平衡位置 所取的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是我们 早期的实验穿过的 这是我们这个 通过母理实验呢 就是它好比这四个 它会自动地分组 分组啊 它会形成 这个位置在哪呢 它是跟我们这个 对应的 它一个平均意义上 一个平衡位置 再给它确定出来 同时呢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 只要前面一组 好比三个一组 它的等效的长度要长 它会更快的 那后面两个 或者单个里一个的话 它都跟着这个 同步完全推进 如果你单个跑的话 它没这么速度快 但是你 你同步来的话 它整个一组 都同步完全快 所以这就所谓的 投眼效应 所以这个 这个也讲了 就是这个 领头的很重要 所以前面一组 那个后面 拿着单个的几个 都是同步完全推进 另外一个 我们所关注的呢 就是说 关于水动力学研究啊 包括这个 这个进步啊 鱼啊 还有一个 船在游动 这个鱼啊 到底是 跟在后面 前面 旁边 到底好不好呢 为什么 我们在这里 做一个模拟 很简单看看 到底它有没有力呢 我们可以看看 所以我们简单呢 一个物体 包括在前面 在后面 在旁边呢 我们可以看看了 这里我们也做了 早期的 像早期呢 像这个 Science上发表的文章呢 它也讲过 前面一个物体 鱼啊 会穿过这个漩涡呢 我们也通过这个 肥皂膜实验呢 也做过这个实验 这里呢 我们通过书的模拟 你会发现呢 如果在这个后面的话 这个视线的长度不一样 当然 这里会发现呢 这个距离 它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它是减足的 当然你这个视线再长的话 它就不站住了 就是说你这个 鱼的尺度跟物体的尺度 应该是相当才行 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它是减足的 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在侧面这个呢 也做了一些研究 它基本上都是那个减足 这个减足呢 我们当时跟这个斯坦福大学 这个老大研究主啊 他们做的 他们也做了这个测量 做了测量 就是这个物体 这是做了一个鱼的这个耗氧量 从生物学角度 它没法测量力的 它做这个耗氧量 这时候你会发现呢 在这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 你看这个范围 它基本上是这个小鱼呢 大概是跟单独 就是军人男牛来相比的话 只要是47%的耗氧量 鱼大一些呢 要62% 同时你看这个鱼的这个形态 你可以看到 如果在这个范围 这个鱼是在什么 摆动的 是不是这样的 说明它要耗氧 这个呢 在这个机省呢 它的耗氧呢 基本上是躺平了 就不动了 你看了没有 所以这也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预测的机构 跟这个摄测的机构啊 是一致的 我们当时也是跟他们一起 共同发表这个文章 另外一个呢 在前面 到底行不行呢 是好的 是检主的 是这个检主的 从牛体体的角度来说 很容易理解 上次增加了这个 柔性体的B压 B压增高以后 它的区力更大了 建筑 这里可以搞得 极造模态 包括这个 然后最后呢 好 很快就结束了 我是 至少还有几分了 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希望啊 通过这个生物学院 来进行一个 人工机器的这个研究 我们这里呢 可以看到了 我们也做了一些 相应的工作 就是包括实验测量啊 早期那个 这是我们当时 杨敬明教授 我们在水洞里 做了一些这个实验 包括双尾其他做的 然后后来我们也做了 整个做了一些 然后我们也做了 这个相应的 这个仿生的 这里呢 它是 它会是一个自由的 自由的这个 这个 这个论动 这是一个机器语 这是一个真正的语 它会不会碰到 它会有 红外的这个 探测 如果这是一个机器语 它会有 逼当的一些功能 等等 我本来这个动画 是有音乐的 怎么没有音乐了 这里本来这个音乐呢 是这个 泰坦尼克号的 就是五星一旧 这个因为 这个音乐 给它扣下了一稿 没了 好了 我这儿 就是很快就说 正好 留五分钟 讨论啊 一方面呢 我们做这个研究呢 希望要有新的观念 所以这些观念呢 我们要采用它的 首先是 动力学 具有自由飞行 和软动的生物 注意了 这是具有自由的 这是很难的事情 实际上是不容易的 它是软动学 跟动力学 第二个呢 我们要知道 它一些这个 这种特性啊 跟自然环境的观念 就像刚才 这个唐院士讲的 就是说 这个水牛 这个需要握 咱们与鱼律的 养者有关 这是做多关联的 第三个 我们制作母鲤 它们生物软动 包括这里呢 我们把形态学 生物力学特征啊 包括不同 这个鱼的器官 具它影响 同时呢 我们要分析它的 比如推力啊 这个这种 机动性啊 稳定性啊 控制啊 等等之类 这些东西认识呢 对于我们 这种微小飞行器 或者微小航行器的 应用和设计呢 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最后呢 谢谢各位 还有 还有四分钟时间 这个刚才 诺院士 以这个仿生鱼 最后这个巨像 这个 详细介绍了这样一个 这个鱼的这个推进过程 这个 包括这个 特别是 讨论的这个推进力 那我们接着这个机会 跟这个 陆源士来多请教 我这个问题可能非常未好 本来就是未好 那个 就是能不能从 这个流体力学的角度 能够把各种 鱼 为什么有这么个 尾气的形状 能够定出来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陈教授 你这个问题 是非常好 也非常专业 不是外汉 很专业的外汉 我觉得是这样的 像是我们刚才做了一个工作 是 顺着自然发展 就是经过 上一年的进化 我们说不同的委屈形状 从我们 水动靴角度 它能 和比它的推进速度 推进效率 你可以规划 我们根据我们这套理论 反过来说 能不能更那个 我觉得 按理讲 就是这种东西 是可以考虑 特别我们 后面要原于自然 刚才是的 那后面要高于自然 高于自然 特别我们是在考虑 做一些反射航行器的时候 我们上次也在考虑 这个时候呢 一个 就像我们刚才做的 不是一个尾气 甚至两个尾气 包括摆装方式等等 包括我们能不能反过来 到底哪样的尾气的形状 这时候啊 它的推进效率更高 它的机动效应更高等等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 是可以考虑来做 这个做量上是 比了高于自然 就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些仿舍航行器啊 更高效 是可以考虑了 所以我说 这个陈教授 你这个问题 并不是外行 是一个非常 绿航 很专业的问题 谢谢 我觉得这个便利啊 我也问两个外行的问题 其实这个我也不懂 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在做这个仿生鱼 这个仿生这个 这个这个 用仿生鱼吧 它这个随下游动 这个生物手性 在里面起了多大的作用 它除了生物手性 就改变这个构型以外 因为实际上 你的推进可能跟构型 有很大的关系 包括这个鱼鳍 除了这个改变构型 生物手性 这里面有其他 多大的作用 就是第一个 这个我问的 也是外行问题 第二个问题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这个在 就特别我们具象 就是这个鱼推进的 这个介面的作用 就是这个构型 固体和这个水 这个介面的作用 这里面贡献 我可能我自己也 就是确实是个外行 我看到 想问问这里面 这个有多大的作用 多大的贡献 当然这个鱼鳍 这个鱼鳍的这个 就后违的这个作用 肯定是很大的 我觉得这个郭老师 这两个问题 也是非常专业的问题 第一个呢 我觉得在这种 高效推进中啊 生物的效应 占多大比重 我认为它的比重 是很大的 其实某种意义 刚才我们从 神经信号到肌肉 到跟流体的作用 实际上我们这个模型 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生物啊 经过上亿年龄 进化的它那种性能啊 从现在人造的 这种来做 它是远远跟不上的 是跟不上的 就是我们的这些效率啊 等等你后面测量 你发现就是 生物的很多高效 是这个包括 我说从自由游动 刚才我在一开始 到最后人造支持 实际上是 它的效率这一块来说 是远远不如 生物的那个 这东西啊 就是人需要 像生物这个 经过上亿年 进化的这种 行政的这种 这个既进于完美的 这种性能呢 它是很多要学习的 所以它的生物因素啊 很重要 真的现在人 我们所能学到的 或者真的模仿的 还是很有限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一块呢 也是在一个领域啊 值得还要深究的 一个原因 我想 第二个关于这个界面 固体跟流体界面 这个东西呢 一方面 就确实是 尾奇啊 好歹是 比起作为控制 很关键 另外一个 就是说 交界面一些特征 到底有多大作用 实际上我认为 这个东西也是挺重要 应该说是 为什么挺重要呢 很多问题的话 就这个时候 就像我们刚才做了 表面 予以表明一个行不作用 它能够 产生推理等等 实际上很多呢 你真正的 他们做 真正做生物学的 他们像我们跟 斯坦福大学 包括哈雷美国 那个福利尼达斯特 他们做了交流 就是鱼的高烧热脑 它的鱼皮肤表面 它会分泌出一些 复杂的化学物质 这个东西 就像我们要 做物体表面检读一样 那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东西呢 确实是很多啊 我们希望难度 这东西呢 有很多学问可做 也是可以的 就是就像现在 很多观众的水像 我们这个能不能控制 一些华语边界 来检阻降噪 包括刚才 何国威医院士讲到的 水下潜艇 怎么检阻降噪 这中间呢 也可以考虑 当然不一定是柔性 但是它可能一些 特殊材料 或者搞一些 特殊的极构 像是模拟那种 这种特殊的极构 来帮检阻降噪 大概是可以这么做的 所以我是简单 回来什么情况 我是外行 没有没有 那我们 那老师 我们还要把这个 谢谢 华老师 我是有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 你刚才讲 那个 这个鱼能够躺平嘛 对吧 这个在鱼在 这个圆柱的后面的时候 这个好像说是 这要跟大小相当 它是能够躺平的 那我知 为什么这个大小 一定要相当呢 这是我还比较疑惑 就是真的 印在这个叫 人生里面 可能就很难了 你看 在侧边的时候 好像是小的 耗颜量小 对吧 大的耗颜量多 好像与大小 还是有关系的 这个大小 在这个刚才的 坦平这里面 起到什么 作用或者基地在哪 我觉得这个 卢老师 这个问题很重要 很有意思 这个上次 我觉得与 虚无动力学有关系 一方面呢 我们如果一个雨体 也好比一个柔性体 在这个一个物体 后面的话 它能不能检测 它这个时候 如果尺度以后 因为你一个物体 有了有了 它会形成一个漩涡的 漩涡的尺度 跟物体的尺度 相关联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真的很多 也多了测量 就是雨体啊 上次为了省 它可能穿过这个漩涡 这个时候呢 就是不懂意义上来说 这种所谓 你能穿过的话 可能雨体的这个尺度 跟漩涡的尺度 它有一个相可比的尺度 这样可能更有助于穿过 如果你是太大了 你可能一下子穿过几个没法 因为它的漩涡 我们知道 板卡木杰 在卡木杰的话 不管那个 它这样是 它这样是 你很难可能一下子 如果是漫力木杀还行 如果是深刻木杀 它是很难的 所以这个时候 它有个尺度问题 如果在侧面那个过程呢 实际上那个地方 不完全是漩涡 那里上也是 有些碱气层很强 这个时候呢 这个检测的机理 可能跟后面那个 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在后面检测 是那个柔性体穿过漩涡 在侧面那个检测 与它的一个碱气流动有关 在前面检测 是由于那个柔性体的 低压很高 所以它尽管都检测 但是导致的那个 流体力学的机理 可能是不一样 我简单会跟它这么做 谢谢 好的 这个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这个谢谢 这个下面的问题就别提了 下面后面 接了 结束以后 这个跟这个 洛杰再请教 实际上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热的 一个非常丰富的 一个topic 谢谢 非常感谢 陀院士的精彩报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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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有请 这个 陀院士的报告 接着这个机会 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 陀山东院士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 曾经获得国家 接触性能基金 这个 长期从事高温高压 设备安全技术研究 自立于高温结构 完整性 原理的构建 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果 这个地方 这个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曾经获得过 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二等奖 还有发明 发明二等奖 五个国家级的奖励 特别 这个 普遍是获得过 国家教学成功二等奖 这个非常不容易 这个是 不光是科研教学 都是非常 做得非常优秀 不敢不敢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 这个 陀院士 这个来跟我们做报告 好 尊敬的 各位专家 各位老师 各位领导 这个非常高兴 今天能有 这个机会 跟大家一起交流 这个 这个 我很高兴 就是说 今天还赚了一件 这个 我们中国科大的T恤衫 本来是应该 留到过年的时候 来穿的了 但我想 这个 今天 也是我们 常常讲 立学工作址的一个节日 是吧 也可喜可贺 所以我觉得 我也就把它 老来发表了 是吧 这个 前面这几位 一件事 都做了非常精彩的报告 因为我有别的另外一个 这个事情 都没有全部听到 但是 我们 陆老师的 这个医生 我倒是听到了 是吧 他做的工作 非常之有气 也非常的前沿 就相比较之下 我就觉得 像他这样 就是说 又做有气的事情 又能赚到钱 是吧 我就觉得 这是人生很完美的一件事 是吧 那相比较之下呢 我就说 我是属于 叫打铁的那种 这个 好像我一辈子都没有做 我太喜欢 这个 就是说 一直做 我能够像我过去画画一样 那一做下来 就能做三五个小时 没问题 是吧 谁说年龄越来越增大 做半个小时 有时候就做不太做 就是这个问题 我第一个 以前想做的东西 还是 这个 我报考的时候 高考的时候 考的是美术 可惜明诺孙山 是吧 这个 我报考的 第一个 就是厌室的志愿 也是科县 又是明诺孙山 是吧 所以 我现在就 还是继续打铁吧 是吧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高温结构完整新年里的 这个洛杆进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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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呢 是吧 我想 我也一直做了很长的时间 就是 所以我把这个 就是目前 他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是吧 和我们 已经做到什么程度 给大家 做一个交代 是吧 这个 讲高温的事 是吧 这个是很难做的一件事 他已经 这个 高温的应用 已经很长一长时间 我们从远古时代 从 人类利用能 是吧 利用什么 这个 这个 利用火 是吧 来 起卵 这个就是从 应用这种 这种 这个温度 开始 这个 帮我们 这个 起的能量 是吧 你这个要把火种保留下来 就是除能 是吧 但是在漫长的一个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这能量的利用的方式 都还是很落后 没有什么特别进展 还主要是靠人力 是吧 人的力气来做工 马的力气来做工 所以我们有马力之处 是吧 这是到了我们 蒸汽机的 是吧 出现 人家发现 蒸汽可以做工 是吧 然后我们来做成蒸汽机 从这个 1697年 Pumping 开始发明一个 第一个蒸汽机 是吧 那个是 才叫原创的专利 是吧 因为 它拿来在矿井下打水 在Lukomben后面 进一步的发展 在过了半个世纪 到了1756年 这个瓦特 这时候 才发现 就过去的蒸汽机 这个 由于这个 没有加冷凝器 是吧 所以它的效率不高 这样呢 它就 在修理着蒸汽机的时候 加了一个冷凝器下去 效率突然就提高起来了 成倍的提高 但后面还加上它的这个 双向进气阀 以及这个 这个行星齿轮 是吧 这些 这些东西应用上去 这个 大大的提高了 这个我们蒸汽机的效率 由此而导致了 我们劳动生产力 成十倍十倍的提高 是吧 这是 引发了工业的革命 所以 有时候我们讲 一个原创 和一个后面的改良 事实上都非常重要 你一个原创 没有改良 事实上 后面你 你没办法推动 前面的生产力的发 提升和发展的话 也没有 所以 可能人家会说 过去这个 Pumpin 和Lukum 是发明专利 这个 这个瓦特 可能就是适用新型 是吧 但是你想应该 适用新型 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展 是吧 所以很多人还把这个瓦特 认为它是机构性支付 是吧 还是这个什么 自动控制的支付 是吧 当然我们后面 这个谁说 锅炉 要把蒸汽的能量提到更高 是吧 那就 蒸汽 就是说 那压力也是 要搞压力容器 也是来演一趟 但是高温这一块 是后面提高效率 所不可避免的 是吧 我们 这个 英国人 这个 蒸汽机的应用 这么广泛 那么 这个 法国人也不甘落后 在法国人 他这个 年轻的这些工程师们 很注重的 就是什么样来 就真正的 把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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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里给找到 是吧 所以这个 有一个年轻人 值得一提的 就叫 Carnot 是吧 Carnot 他大家都知道 一下Carnot循环 是一些第一定理 实际上第二定理 他也快差不多 接近完成了 可惜他早死 38岁就死掉 是吧 他这个 他就提出来 就我们就知道 这个Carnot循环的公式 高温热源温度越高 效率越高 低温热源温度越低 效率越高 是吧 这瓦特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低温热源温度 降低一点 但低温热源 不可能降了很多 但你只好这个 提高高温热源的温度 来提高效率 是吧 所以这个到最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 就是不断地提高 我们机器的 工作的温度 是吧 包括我们化学转化 也是像 这个 August Aronius 这个是瑞典科学家 它有一个 August Aronius公式 对不对 就是说也是讲 高温热源温度越高 这个化学转化 效率越高 这是很自然的 化学这个 它的分子运动 速度加剂 是吧 反应效率提高 所以我们把过去 从工业革命时代的 机器的操作温度 跟今天的机器操作温度 我们做一条体现的话 可能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 我们人类的文明史实际上 也是机器 温度不断升高的历史 是吧 但是在今天来讲 我们 大家都知道 讲碳中和 是吧 碳中和很重要一点 就要提高效率 是吧 你效率高了以后 你就可以减低碳排放 然后你这个就是 你还要长寿命 因为一个机器 都使用寿命 这个越长 它分到每一个年头上 它的碳排放就越低 对不对 所以这个高效率 高温 高压 大型化 然后还要它的长寿命 我们过去讲 荷电从30年的 秦山荷电 现在设计的寿命 要达到60年 这个再往后 像美国现在 它的能力 就是核能管理委员会 提出是要80年 就是说要再延长20年 可能甚至100年 是吧 大飞机 我们像30年的复役时间 和9万个飞行小时 但在这些所有的 这些我们高温的机器中 都有极大的 这个高温结构完整性的 一些挑战性的问题 是吧 我下面呢就 我下面可能提出的问题 是更多 而不是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提出问题就是 希望我们年轻的同志们 能够往这个方向 多走一走 我呢 往这个方向走 我也是这样 就凭基金的时候 往我们这方向走的 我大部分都是放行的 都鼓励 因为这个国家很需要 我们讲 是吧 尽管我们打铁 不一定很好玩 但是这个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我们还是要鼓励的 是吧 我们讲航空发动机 是吧 它现在的推重比较 15到20温 这涡轮前的最高温度 可以达到2200个K 是吧 但是这个航空发动机 在不同的环境下工作 是吧 它这个养分亚也不一样 然后在海洋上 这个像舰载机的话 都还要受到 很多海洋的腐蚀 是吧 延屋的腐蚀 所以它有这个 我们起降的时候 胶变载荷的作用 所以如变疲劳 是吧 是一个很关键的 然后还要在高温氧化 高温腐蚀等等问题 所以我们讲 它的涡轮盘椰片的 环境 普遍疲劳的开裂 是我们考虑保障的一个难题 这个还有高超飞行器 是吧 高超飞行器过去的 我们讲的时间比较短 但现在讲重复使用 是吧 这个航天飞机航班化 我们现在讲 我们比如说 我们从北京 到这个要柳叶 我们习主席要给拜登 送一个快 要送一个礼物的话 是吧 就是 这个 但不是 不是 沙单 是吧 这个 就是 如果是我们 六马赫数的 是吧 才1.5个小时 就 就够了 是吧 这个 所以这个 将来就是说 我们 如果做这样的一个 打水漂样的航天飞机 到纽约 就不用十几个小时 这样长途八十的 这个飞行 是吧 但是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 超 高超飞行器 它的难处在什么地方 一个工作环境恶劣 还有 高温和气动力载荷的 偶尔作用 是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刚才讲六马赫数 现在还要往更高的 是吧 这个要到八马赫数 是吧 那么近期到前沿的温度 就要两千度 机身蒙皮的 这个温度也达到一千三百度 是吧 所以 它必须要靠这个 高性能的 这个 汤化硅 是吧 这些 这个 碳碳符合材料 这些来 才能抵抵得住 这样高温的 烧石 是吧 那你要重复使用 那就是要考虑它的 这个寿命问题 过去我们做火箭 我们不用考虑寿命问题 是吧 这个 也不能说不考虑寿命 六百秒的升空过程 也是一个寿命的过程 是吧 这个 所以我们还做过很多 超低洲的 叫疲劳试验 激正的疲劳试验 这个 这个 以来保障 这升空六百秒 那何况你要反复使用 是吧 我们飞过去 飞到纽约约 还要飞回来 是吧 这个 这个里头 我们 就是高温的氧化 机械载荷 循环 载荷的偶射之作用 这是对我们很大的挑战 我们两机 刚才讲航空发动机 还有重型燃气轮机 同样的 重型燃气轮机 像这个 HG的重型燃气轮机 它的 联合循环的效率 是很高 达到百分之六十四 是吧 还透风 口温度也达到一千五百度 这个 排气温度的达到六百七十度 是吧 我们现在的一般超超灵界的电站 我们到七百度 就是很了不起 但燃气轮机 我们就要更高 所以这里头 我们姐姐 它的日腐蚀氧化 熔炎诱发的高温硬的腐蚀 开裂 是吧 以及我们这些 硬酸炎的沉积物和颗粒寝石导致的让涂层的玻璃等等 是吧 这个 当然 这个我们地面的燃气轮机 它这种长保载时间的 如变疲劳的交互作用 显然 不可以忽视 是吧 除了我们这个 这个 现在要自力发展的重型燃气轮机 我们还发展氢燃气轮机 是吧 这个像西门子啊 吉义啊 都声称 到2030年 他们有前用氢的燃气轮机要 这个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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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了 那么这种高温零氢下的 高温氢损伤 是吧 这个导致的这个结构完整性问题 就不可忽略 然后 当然 大家也知道一下高温气轮堆 对于我们的清华大学200号 过去一直自力在开发我们高温气冷堆 以及我们下一代的熔烟堆 都是在高温下 这个就是运行的 但熔烟堆压力没有这么高 它温度的话也没有这么高 但是这个 它的储蓄性的问题更厉害 就从高温气冷堆来讲 它发电效率也很高 但堆心出口温度可以到750度到1000度 是吧 这个冷气机的压力也七个兆帕 我觉得我们国家 这个就是可能 做高温气冷堆的同志 现在比较重视的 还是在水利一些方面 这个方面的工艺方面的研究更多 而结构完整性和长周期 安全硬性方面的问题 考虑的还相对比较少 这个只有在 这个投用以后 是吧 不断地出现这个问题 在不断地迭代 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所以我们还是提醒 这个 他们要在高温 乳变 疲劳 不照脆化这些方面呢 在制约寿命的因素方面 要多多多力 还有大家也很关心 我们燃料电池 是吧 这个高温 这个氧化物 燃料电池 是吧 以及高温氧化物的电解词 来制清 是吧 这都是效率很高的 但是这个 燃料电池就是 像做起来的难度是什么 我们刚刚也启动了 重点研发计划 我一个学生在 中国市有大学 蒋文春教授 他在主持这样一个项目 很重要一点就是 他这个在启瓶的过程中 他的这个就是热引力 是吧 热机械疲劳 这个导致的密封的失效 是吧 所以使用什么样的密封材料 使用什么样的一个密封结构 是吧 才能保证它 这个不会发生 使用过程中的泄露 导致危险 这个特别有氢的时候 如果有氢的危险 那就麻烦了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更高的寿命的要求到 你要进入 叫我们清净千家 是吧 清净千家万户的话 这个包括用在这个我们以后在自清站 和这个就是和这个家庭的这个自清站的话 那么也需要五万到八万小时以上的寿命 这都是对我们来讲是颇为不容易的 超超灵界的电站 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了 是吧 现在在做这个百万千瓦的极主 是吧 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比起现在的 这个一般的 比如说我们五百五十度的电站 是吧 我们如果用六百度 那么效率就可以显著提高 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百分之十四以上 这样的一些效益是很显著的 但是大家知道 每温度提高的湿度 可能寿命就会减少一半 就我们目前材料来讲 我们关键是找不到 既有很好高温强度的材料 它的价格又很低 是吧 所以我们如果说现在电站投资七十个亿 你现在要用好的钢材 投资这个一百多个亿 三十年的寿命 可能就是说成本可能还没有这么收回来 就已经这个不行了 特别是现在国家在限煤的情况下 以后这个你如果你花这么多钱去投个电站 是吧 那以后煤又不够用 又发不出电来 那就更就亏大了 是吧 所以这些都是制约我们的问题 还有像以西列解 在一千一百度 一千一百五十度下工作的 高温烈解读管 还受到盛炭乳便 日疲劳 氧化 失效等等的影响 是吧 这些都是国家重大工程里面临着的一些难题 当然像石油炼制方面 我们应该说已经比较好的解决了这类似的问题 要好好的操作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要保持它长周期满负荷安全运行 我们仍然得注重它的高温清损伤 腐蚀盛炭这些 这些这个关键的损伤的机制 还有我们 我们讲煤 刚才讲用来发电 发电是二氧化碳排放比较高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用它 用它做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还可以有固碳的作用 是吧 所以它的碳排放就会相对比较低 所以我们这里煤气化 煤气化我们现在也同样的 它的实际上它比航空发动机都拦住在什么地方 它这里头它吃燃料是脏的很多 是吧 它吃煤 是吧 然后要产出气 所以它的气化炉 也是非常恶劣的工况下工作 要考虑它的乳便腐蚀热疲劳 那么我们今天的高温强度的语论 是不是能够支撑我们以上所提到的 这些挑战性的问题呢 是吧 当然除此之外还是不够的 我们含有一些这样 这个高功率电子 是吧 高功率电子 这个比如说碳化硅 这个电子 这个电子 我们叫陈浩老师可能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个探索 它的封装以后 它的高温的疲劳 这些破坏 也是难以避免的 同样需要我们发展新的高温强度的理论来应付它 所以目前我们从过去的经典的强度设计 往耐久性设计 直到前寿命的设计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需要特别注重发展高温条件下的破坏理论 环境损伤理论 以及这个多尺度桌上偶合的高温锻炼理论 多轴乳便理论等等 是吧 以前的东西都比较成熟了 关键是我们现在后面这些阶段的工作 要特别注重高温环境与复杂载和的交互的作用的问题 所以我提出这个三个问题 是吧 这个我们去做的 也是我们的团队一直也在努力做的事情 一个就是如何议测我们长时间的乳便寿命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高温下 一个材料它受到很窄荷的时候 就窄荷不变 它的变形也会不断增加 它的损伤会在内部发展 直到导致最后的失效 在破坏之前的变形不明显 所以突然断掉 所以大家会把它这个叫做 这个癌症一样的主变断掉 但是我们这种叫 我们学书上叫我们的 Condependent failure 是吧 叫以时间相关的失效 那么这以时间相关失效 我们实验室里头往往做实验 不过一千小时 做多一点万把小时 我们现在带着 现在说是博士 你毕业就三年就毕业了 如果用了两年 就做了一个就是万把小时实验 他已经觉得很不赖烦了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通过一千 或者说两三万小时就能议测出我们 世纪复一工况的这个三十万小时 来自六十万小时的寿命 这个是就是我们在时间程度上 是吧 这个对这个议测理论 有没有足够的 这个足够的 能不能足够支撑我们在议测的问题 在过去我们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办法的时候 是吧 我们的理论方法也很粗糙 无非就是拉森米论啊 这些还曼森哈佛的参数这些东西 所以像日本的科学家们 他们大量的就做试验 是吧 他们在朱波 这个经书所 有九百多台的这个乳院试验机 然后在这个东京地区又布置了几百台 大概一千多台 更不用谈企业里头 每个这个钢厂大概都有百把台 百把台的乳院试验机在做试验 不光是多 而且他们做的时间特别长 是吧 你看这个是他们申请的 纪律师世界纪录大全 就是说做了四十点六七年 直到这个福西马大地震的时候 他们这个试验才停下来 从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开始 是吧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有东西还是要值得 学习他们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 我当理论上不能够 这意思的时候我就做试验 是吧 但能够做到四十多年 多少任领导都换了 多少次革命都搞完了 是吧 对 人家还在那边做事业 因为这个多少人都退休了 他的事业还在挂在那边 在一代一代人结下 是吧 所以我刚才讲 我们打铁都辛苦在这个地方 是吧 就是有时候终其一生 都不知道什么好的结果 是吧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我觉得 这个 他们也基于 上大量试验基础上 颁布了 这个叫做 Crypt Data Shape 面向世界公开的一个 乳边 这个 乳边这个 长时间乳边试验 很多都是做了 三十年以上的 这个书籍 这个给我们 就是很好一个 就后面我们 很发展很多理论 就以它来作为一个参照 是吧 第二个问题就是 高温严格环境 是吧 循环载荷 作用下如何意识寿命的问题 我们这个机器都要开开平平 是吧 像我们战斗机的话 还要经常变换各种知识 是吧 所以它的载荷 就是说 一会儿降低 一会儿增加 这种活动的 循环的这种载荷 是吧 专用下 那么它就不简单一个 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单调的载荷 乳边的寿命的 议策的问题 是吧 你看一旦这个 我们引入了 这样的一个循环载荷 有了这样一个保载时间 从六百秒到这个 就是 三千六百秒 不等的乳边保载时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就是说 我们这个寿命啊 如果你按照单一机制的 乳边寿命来外推的话 那这个误差就太大了 你看它可以 这个寿命短一点的 可以达到八倍的误差 是吧 寿命这个长一点 可以达到二十五倍的寿命的误差 是吧 同时我们如果不考虑氧化的话 也有很大的寿命的误差带 它这个 这个氧 这个氧的浓度不一样 都会达到两到三倍的寿命误差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在 ASNE规范里头 规定是吧 对于寿命的误差 这个寿命的安全系数 过去我们做容器和管道设计的时候 都要起一个二十倍的安全系数 是吧 你算出来 这个就是一百年 我就要给你除一个二十 是吧 你就让你用一个五年 这个是讲起来是非常不合理的 是吧 但是是因为我们没有 这样确定性的一个理论的支撑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这样做 所以这里头就是 又要考虑多因素交互作用的问题 也就是乳遍 疲劳 环境交互作用 如何做的问题 另外还有如何精切地分析 基数下的高温断裂的问题 我们发现 是吧 我们讲起来用现在的框架下 断裂一些理论 我六文尖端的断裂差量 都是可以是一样的 是吧 但是由于它的基数度不一样 是吧 然后我们用它们做出来数据 来议实实际结构的寿命 可以差之胜眼 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丹命令文切口的 和CT式样的 是吧 我用这个基数度大一点的 像这个CT式样 它议实出来寿命大概在9.8年 而这个我丹命令文切口的呢 就有26.4年 而实际上的管道 大概30年 是吧 那当然 单边令文这个式样呢 它的基数度 似乎更加接近我们 实际服役结构 但是并不是所有 所有结构都是这样 对吧 从保守性的角度来讲 那么主要就是说 大家还是用CT式样多 而且还是给它加上一个 编上一个切槽 这多年那些的老师们都知道 加一个切槽以后 就是给使它基数度更高 那使得它得出来的猎王扩展树力 更加保守 那至于机率呢 我就后面不给大家 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 我前面的提出问题 我觉得可能更值得大家了解一下 后面讲的我们解的一些问题呢 所谓成果发布一样 我就不讲太多 那第一个方面跟大家讲的 我这里回答问题 就是高温乳变寿命的议策 过去有很多种方法 有加速试验 就违向参数的数级外推方法 还有基于联系介质力学的 这个乳变寿命一致方法 最近呢 有基于裂纹扩展试验的 乳变寿命一致方法 我们就目标的就是 致力用一千小时左右的 乳变裂纹扩展的试验 然后由这个来推断出 它的乳变强度 是吧 能够通过推断乳变强度 最新我们的工作呢 就是也得到了很好的认可 是吧 实际上我自己 直接带的学生 大部分都硕士生 所以我这边讲的成果 都是水平比较低的 都是硕士生的成果 博士生的都是 给我的助手们带的 他们帮我带 发表论文都是 他们排的前头 我这有硕士生的论文 在发表的时候 我才排第一桌子 是吧 这个博士生的论文 是吧 这个都是 都是博士生自己 这个要排第一桌子 或者他的 我的助手要排第一桌子 是吧 那么这个长寿命的 乳变寿命一致方法呢 这个实际上 就是大家也做过 大量的努力 是吧 我们能不能就 不要做这么长时间 十年 你看十年的 我的青春都在做一个实验上 是不是觉得 这个太长了 能不能有理论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 中国来讲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 是吧 我们的很多材料 都是新材料 如果我们要做了 十年以后 再来建我们的装置 可能我们就等不起 是吧 所以就能不能 就是说 做这个 比较短时时间实验 我又能推出 比较靠谱的 乳变强度的数据 是吧 我们希望在这地方 能不能做弯道朝车 是吧 所以这个 我们相应发展了 就是说 我们用 乳变烈文扩展实验 是吧 它用比较短的一个 体列时间 然后用烈文尖端的 这个参考 这个印尼厂 参考位置的印尼 是吧 和多数印尼因子 来共同来描述 它的损伤 最早发展的位置 是吧 然后来看一看 这个跟这个历史的数据 吻合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数据看来很好 是吧 Likon这个方法 在欧洲也很受推崇 但是我们发现 时间长了以后 由于损伤机制的转变 是吧 就导致在 这个就是低硬的期 它是没办法 很好的意识的 所以这是记忆 这个是他们存在的问题 我就不再多说了 这是记忆障的事实 我们提出来了 就是长时间的 乳变寿命意识的方法 叫TTL方法 是吧 是我们三位老师 和一个学生的一个姓 是吧 我们通过 这个理论上很简单 我们就是乳变利文 扩展树立 是吧 这个表达是 我们这个通过它 来建立我们 我们列文长度和 寿命的关系 是吧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 就是列文扩展过程中的 润带的圣移强度 是吧 跟时间做关联 我们建立这个 就是乳变寿命的 一个意识公式 这个很重要一点 我们这里头引入了一个 叫做乳变门槛硬力 乳变门槛硬力 这乳变门槛硬力呢 我们可以 这个就是通过 试验和少量的计算 而得到 是吧 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公式 是吧 我们 就是 通过这个 这个 这个乳变 列文扩展树立 跟C star的曲线 可以得到曲线的 密立指数 这个 然后呢 可以 通过这个 它的这个 加载线的位移 可以得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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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B一个B二 是吧 然后呢 我们 可以进一步的 通过列文长度 和时间的起限关系 得到 这个相应的 这个 MN的指数 然后呢 我们通过它来推导出 短时的持久起限 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 是吧 你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取得了非常良好的一个意识效果 这些就是 你看 这个是一个 十万小时的 这个是一个 十万小时的 数据 也就是说 十年了 是吧 做了十年的乳变 十年的数据 我们 如果 我就说 我实际上只要用一个 这个 一千小时 我前面这个阶段 是吧 这个数据 我采用同样的这个公式 我就可以逆合 我就可以推导出 这个 它的这个 第一印度水平下的 主编寿命 是吧 其他的 这个 钢材 和它使用温度 都不用讲 就是 我就说 我们可以 很好的视线 在一千小时 数据 向十万小时的外推 当然 这个 我觉得 我们演演还不够 我们现在 还在做的一件事 就是说 但这个是 就很难验证的 一个事 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 荷废料 是吧 现在要埋到地底下 这个 我们用一个 铜 这个 这个容器 是吧 铜合金的容器 但是 荷废料 要求的 这个 就是我们在地质下 稳定 它的寿命 要多少呢 要百万年来推 是吧 所以用我们这样 微向的方法 我们是推不出 一百万年以后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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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状态 是吧 会不会破裂 泄露 因为它 有会 它这个 荷废料 它会 自反应的 发热 是吧 就是会导致 它的乳变 导致它容器的乳变 所以 这个 仍然是挑战的问题 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的难题 但并不是我们 中期一生可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就是 第二个方面 我们自律在座的 乳变 疲劳 环境交互作用的寿命一车的问题 我们 要做这些问题 我们更多是还依赖于我们的实验装备上的创新 是吧 你要藏宝仔时间 又有养风 或者水蒸气的系统 我们需要有很好的一些长时间 能够挺得下来这些装备才做得起来 这些具体的技术问题呢 我不跟大家说了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 这些实验的基础上 积累了大概一千多组的不同材料 在不同环境和温度下的 这个乳变疲劳氧化的一些测试的数据 那么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 我们才敢去挑战 现在已有的方法 比如说ASME的方法 1970年提出来 进行印类的设计的方法 然后这个 后面他们一个 就前面叫我们时间分数模型 叫Time Fraction Method 后面叫Dactylia Exorption Method 也是具体应变的设计方法 这是英国R5的 然后法国提出来NCCMR 就是他们核电维护的一个方法 叫修正硬力的设计方法 然后含有这个 Modified Ductility Exorption Method 这个也是日本CREEPY提出来的 我们这里说的就是 基于能量耗散的一个设计方法 叫Strain Energy Ductility Exorption Method 这是基于我们思想物理的 这个我呢 就是这讲这个要点 是吧 我们的关键是 把这个负的平均硬力的效应 给修正进行 如果不高过这个负的平均硬力的效应 我们认为这个损伤是围不住道的 那么这样在我们的 在这个 做这样的一个修正以后呢 就是用这个 就是用它来计算 我们相应的非弹性硬变能密度 是吧 和非弹性硬变能密度的耗散力 由此来计算 鲁变损伤的表达式 当然这个硬力松弛力的 也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做它 对我们还把这个就是 我们温图的因子放进去 作为我们的修正系数 这个然后我们通过大量的 氧化损伤的这个试验 和建立相应的模型 然后最终得出来我们的 是吧 这个硬变能密度耗散 耗杰法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按照ASME规范来 这个做时间分数法来 来规和 来这个 就逆合我们这一千多组的数据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误差在至少在十倍 如果应该在英国R5的 延行浩杰法的话在三十倍 是吧 在日本的方法呢 大概五倍的误差带 用我们的方法 是吧 这个可以达到两倍的误差带以下 它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我们在 将来在制定设计方法 建立标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采用比较小的寿命的安全系数 是吧 就一高人才能胆大 对不对 如果你还是要三十倍的这个 误差带是三十倍的话 我只能起一个三十倍的安全系数 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 对吧 是吧 所以我们用了这样 这个两倍的误差带理论 是吧 然后我们进一步再考虑养化的三维损伤平定图 过去是两维的话 就是乳便和疲劳 阿斯密规范里头有个双折线法 是吧 我们现在呢 用个体面来表示 然后把这个养化损伤 疲劳损伤 乳便损伤都放在三个轴上 然后这个体面能够非常好的包装 失效和非失效的数据 所以基于这些工作呢 我们进一步做了一些标准化的一些工作 是吧 建立了相应的我们乳便疲劳 这个寿命设计的设计 首先是试验 然后相应的寿命的设计的一些标准 对于这个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是无列文的试验 对于有列文的问题 同样是非常具有挑战的 特别是在养协助下的 乳便疲劳列文扩展机制方面 目前这个还是重说分营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也就给大家点一个题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在真空下和在空气中 这个我们的列文扩展数力 可以差到一到两个的数量级 那么不能很精准地描述它的话 那这个肯定显然我们的设计的数据就不能 就是你就必须起这个很保守才行 是吧 所以我们也先从氧化机制开始做手 我想我们做利息的人呢 可能不太这个不太感兴趣这些 他具体的机制我就直接跳过去了 然后我们关键是如何把 乳便疲劳氧化这些损伤进行叠加 是吧 我们呢 就是通过大量 这些大量实验观察呢 我们做了两个假设 一个是经济孔洞化 是主要的失效物理机制 然后第二个是氧的主要影响 是降低经济的强度 那么基于站两点假设 把这个硬力协助扩散的模型 是吧 引入到我们的研究当中 这是相应的一些本购的方程 我们跟有些人再进一步再结合 然后呢 我们跟相应的这个扩散 和列文扩展的一些传统数据啊 这个已经有的数据进行立合 得到相应的一些参量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做出来的议策 还是非常之漂亮的 是吧 我们跟 原来我们就是 原来前面就是没有Paris公司 你看得出来的数据 跟Paris公司是一样的 是吧 跟Paris公司是很吻合的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保载时间比较长的时候 我们的模型特别好 因为孔洞模型比较适合 以由乳变为主导的机制的研究 是吧 而这个 而这个就是 保载时间比较短 频率比较快的时候 它就有一定的误差 同样的 这个对P91的异测也是这样的 后面呢 就是有一部分是高温技术锻炼 我们知道这个 刚才已经讲过一点 那个 要做 就是我们实际的结构是很复杂的 而实验室的试样是相对简单的 如何我们用简单的试样的试验结果 移植到我们工程结构中 我们就得考虑它的 技术效应的问题 是吧 一般来讲 我就说我选择更实际 更最接触的 那种技术的这个试样 或者呢 我就是说 我引入一个技术参量 就不管什么样 实验出来的数据 我都可以对它进行修正 这个是我们这些年 所做的工作 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这为什么 这个不同技术度的试验 逆次实际的管道 它的寿命会有差别 这是因为它技术度的不同 那么这些年我们相应提出了 一系列的这个 这个技术 参量 是吧 我们在弹数性方面 你看我们 郭万林老师他们过去做过很多 还有Bill Chowdor 这些 还有Bob Litcher 都做过一些工作 我们提出了 列间的数性期的 来作为一个参量 后面呢 我们又提出了 一个R参量和R十大参量 已经列间的乳变期的参量 我们用这些参量呢 来修正乳变的列纹扩展树立 效果还是非常之好的 是吧 我们也用应用列间的乳变期 是吧 来作为参量 大家可以看到 它跟乳变列纹扩展树立 有非常完美的关联 最新我们的学生 又提出了一个KZ 是吧 参量 它的名字叫张坤 所以它就KZ的一个产量 它都想侵蚀流民 是吧 但是能不能留得住 还要靠大家去检验 是吧 如果后面被推翻了 就不是了 但是大家不妨 就我觉得中国人 应该多用自己的名字 去命名一些 自己的新的发现 是吧 外国人是特别愿意 去这样做的 我们不用迁徙以后 是吧 这个至少 目前看来效果是不错的 未来展望 我就说 可能对我们的打铁的人来讲 我还是希望多做一点试验 所以我们要发展 高温炎科环境下的测试技术 以装备 是吧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在做的工作 我们也给这个兄弟院下输送了不少装备 然后我们就说 我还是对自己的理论不是太有自信 所以我还是觉得 我们还应该更多地发展 高温装置的健康监测的技术 特别是在长寿命高可靠性的传感器 是吧 在科科环境下能够应用的传感器 是吧 然后这个来确保我们重大装备应用的安全性 这个当然包括我们数字完成的技术 但还有一部分理论的东西 我就不再给时间关系 就不再说它的发展 当然就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的外推 仍然是对我们重要的挑战 所以我刚才讲的 才需要我们再做 除了我有很好的设计 我还要对它进行监测监控 是吧 但anyway我们讲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nvent it 是吧 我们未来一直不太出来很多时候 所以我们发明新的东西 去对付它 可能就能创造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好 我的汇报就到这里 衷心地感谢各位 这个结构完整性 这个特别是极端高温下的 这个结构完整性 其实是很经典 到现在很经典的这个领域 或者问题 其实到现在仍然有 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性 刚才这个图院士他通过这个问题介绍 进展 包括特别是图院士他本人的贡献 跟我们做点详尽的介绍 借到这个机会 这个跟大家有问题 跟这个图院士来请教 大家应该都肚子饿了 准备吃饭了 少提点问题 我的关注呢 就是说刚才比如说那个发动机典型的 它有很强的这个温度梯度 引起热印度疲劳 对吧 但是我们的这个实验呢 通常是在某一个温度底下 做出的这个结果 那么这样的这个强梯度呢 它的影响有多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小问题呢 就是说现在航空航天 这个复合材料用的特别多 有时候呢 这个还有很强的这个声 引起的这个震动 这个深圳 还有热 全部在一起 因为传统的可能这个 这个深考虑的少一些 您在这方面 想听听您的意见 谢谢 这是您的问题 非常难的一些问题 这个我们 就是从工程上来讲的 都是试图把所有因素都能考虑前 但是落实到最后 能够在设计标准和规范上的东西 往往都是按照单因素去算 是吧 单数算出来以后 然后再给叠加 这叠加有道理没道理 就是说是 先做了 后面才发现没道理 再再过来修正 是吧 就像我们比如说 我们乳遍疲劳交互作用的时候 过去乳遍算乳遍的 疲劳算乳遍 然后再叠加 线性叠加 就叫tine fraction method 是吧 但是后面发现不太对以后 就是然后再提出双折线的方法 是吧 我们提出一个曲线的方法 我们再加上是养化的时候 我们是提出一个面 是吧 曲面的方法 我觉得都是 这个在试图对付这种多因素的 这个问题 是吧 那么对于这个 所以这个你讲的深症 是吧 热 是吧 这些问题 都是这个 就是工程师在做试验的时候 当我们没办法提供很好的设计和计算的手段的时候 工程师还是希望在风动里头 是吧 来对它模拟 然后试验 看看我们的结构能不能挺得住 特别是对这个航空发动机这种东西 它是要做 最后还要做一次整机的试验 但可惜航空发动机 它没办法做 一个航空发动机没办法做寿命试验 是吧 它不可能做几万个小时在那边转着 是吧 这是我们的问题 这个 然后这个 刚才讲的这个温度梯度是吧 显然这个也是 起停的时候这些温度梯度很大 所以我们也试图通过热机械疲劳的方法 来去实现 这个不是简单的常温 在恒温的炉子里头 而是通过快速的变化它的温度场 来看它的这个热 机械疲劳的性能 是吧 但从我 我觉得从我们力学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起出某个地方 它的温度的历程 是吧 我们也可以很好的 知道它的 硬力的变化的历程 是吧 我觉得我们是 可以 用本购的模型 很好的 分析它的 这就为什么需要我们力学家 更多的介入到这个灵一头 是吧 来帮工程师们 大意解惑 是吧 解决他们这个 在实验中很多困惑的问题 和 应为中 这个就是 困惑的问题 不知道回答您的问题 没有 好 这个谢谢啊 就是时间 因为时间限制 这个 接下来 就不再问这个问题了 这个接下来 如果有什么问题 这个会议之后 就是 报告之后 这个大家跟 这个图院士来请教 再次感谢 图院士的 内容精彩 丰富的这个报道 好 谢谢 谢谢 耽搁大家时间了 好 接下来是 我们会议的